大家好,又是我啦 上次的貼士就是那一刻貓給我中了 甚至我的騎士王在我的群組也提供了 都是中了的,算是幸運啦 上次的貼士王在我的群組也贏了 所以我還沒賺錢,不太好 我已經說了筋倉六十下,應該是贏了 現在真的贏了 其實我從去年開始看他 就已經知道他會有機會做馬王 去年上季他本來還可以多跑一次 但幕後沒有安排他跑 所以分數不夠 我想他今年絕對可以做到馬王 如果沒有意外 因為當然,意外還要說 他的健康會不會保持得到呢 這就很重要的 如果馬王保持不到的話 那很難再有佳責了 不過我估計他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說回到口號媽寶 那就很幸運啦 九號就贏了 我都叫做撿到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撿到 但是呢 有幾個回覆給我 他們買了超過一百元一柱 差不多吃三百元 這個就是我在馬匯那裡 電話頭住買的 這個就是馬布 那這個多多寶貴呢 就贏了 跑第一了 那跟槍六十了 那這口媽布呢 我就買了五百元的 今天總共投資呢 就是一千五百元 今天贏了三千四百七十五 減了之後呢 減了成本之後呢 都有一千九百七十五的 不過我後期 這是一百元的 我加進到一千五十了 我買了一千五十機 那樣貢獸 都是一千五十多元的 我買了一個 那一千六十一個 十三百元的 寶貸 i still have uh making fo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seventy five but i also bet more too and then i bet another fifty dollars okay uh for the double okay uh no it's the same it's the same one okay and then i bet for another fifty dollars uh for number nine and number four and total is a hundred dollars uh bet for hundred dollars and then we get back uh two hundred forty seven fifty cents 那么我后来呢就再加住的 那么就直接就是倡九号 就是去了十一号 那么加了一号九号再买了五十元住 那么终工呢 就在这里呢 減了一百元成管之后呢 就有二百四十七个半 那么就是全部加买了 差不多有二千多元的了 那至于骑士王呢 那么我就在群组那里有提供的 那么骑士王呢 我就在 啊 这个是我群组的 周日就大概是两点二十六分 那么我看到应该是 那田太王应该是有机会赢了 那么我就 啊 提供了就说 骑士王三号 田太安会有赢了 那么我是建议买五十元 那么当然了 我自己也买多一点的 那么我不会放那么少 那么我到到 下午 那么我下午半个小时之后呢 就觉得骑士王有机会再赢了 那么我当时呢 就是在群组那里就建议他们再买多一点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概两点四十六分了 那么我觉得田太安开始有机会赢了 所以我先买了 啊 买了五十元的 那么 因为 呃 有成三倍有几好分啦 但是 呃 都不是很肯定 他会赢的啦 ok 然后 然后到三点半啦 他们的分数又多了啦 那么 本来就有三倍就跌到2.7的 那么我买了一百元啦 那么我买了一百元啦 那么有成 呃 批翻二百七的 那么有成八七元啦 都挺好分的 然后 然后 这是我的 Jockey 挑战 我买了 呃 50 Dollars 然后 然后 230 然后 然后 我赢了 100 Dollars 所以 这会给你赢了 $170 Dollars 那么 到 到 两点 这个是 两点十六分的时候 我都还有买过 150元的 那么 当时呢 这个赔率得回 2.15啦 那么 那就 派回322.5啦 最价格150 就172元啦 and then around this is 2.16 I bet another 150 Dollars for Jockey Challenge for number 3 ok and then I make it back for another 172 2.50 那么 就 到了 这个是 3.58 那么 我就觉得 他应该 都 有很大机会 赢了啦 那么 那个倍率 已经跌到 1.3 那么 我当时 买了300 了 那么 我赢了90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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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4.30分 他已经拿了很多分了啦 那么 当时呢 只剩1.08元,我再買了300元,總共減了以後只剩24元,並不是太多 這個貨幣是430元,然後獄子3元,已經給了很多點,我就賬$300元,總共贏,我賬$300元,我賬$300元,還要賬$24元,還要賬$200元,還要賬$300元? 这是91570525 如果你想联谈我,你可以WhatsApp 因为在昨季,很多人问我一个信号 但我没有认识,我现在有另一个信号 所以你可以召唤我任何时 这就是上一季,很多人都想跟我联络 这是我的WhatsApp 如果我加入了之后,我会再加一个群组 因为我之前用微信,可能微信很多人都不用 我还有外国朋友,他们都想玩 他们的反应是没有WhatsApp 我现在就加了WhatsApp 如果你有兴趣,我没有收费 我只不过是有些心得 希望和你们分享 如果你赢得到钱,就是你 不关我事 因为是你赢得到钱 你自己要扔成本 我希望你们如果要的话,就加入 之后我就会 因为特别是Cash王 一定要看分数 然后才可以猜到到底是谁会赢 那当然没有8% 那我上两期都有赢 现在赢了两期,对上两期都有赢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Cash王也是有得想的 但是真的要忍的 要忍到跑了几场之后 才可以猜到谁会赢 其实挺好玩的 可能钱就不是多的 而且你的成本要扔大一点 那你才赢得多一点 但是因为成本大 那当然都一样有风险 就是说输的 那所以呢 并非是百分百 那你可以看到我 都是买几百元上落 那总共计算 都是千多元 鬆一点 那有得还的 那我已经有个Table 做了出来 就是应该是有钱赢的 那我这次呢 就是介绍 第一后妈步 那我就是尾关呢 因为尾关最重要是稳固 起码要跑第二 那你的成本就不会输得那么厉害 那当然啦 但是因为我选了 是比较稳固 那当稳固的话 就是相对之下就热门一点的了 那好像上次的后妈步 都挺好分的 就是有成七十九个半 那按成法的话呢 上面只有三点几 下面一点几 那理论上呢 就是五万多元的 那但是有成七十几元 已经叫超败率的了 所以就变成有钱赢了 那当然啦 我不是说很建议你买很大 因为没有说赢了 那就算我买 我也不敢买这么大 那因为我本身赌码都不是说 那么疯的 因为知道赌钱都是 是说运气的 未必是扣什么眼光 那当然眼光都要的了 那你也要懂得想 是吧 那好了 那讲到这里呢 就是我先选第二场 所以这里是第五巴马 那我呢 就是选了十二号 这个呢 就是明德之星鸭 巴道奇 勞夫泉 那他今季呢 已经是跑了 两次的了 两次都是跑第二的 那而且他距离呢 就 都输很短的 那 第一次呢 就是一个马位了 跟着一有四分三 那 那估计这只马呢 就很讲尺寸的 那 那 要看了 要看了 要看巴道这次 会不会把握到 那个尺寸 那 如果他把握得到 就应该是赢了 那而且呢 我想 啊 罗虎串呢 都会是很心急想将他赢了 因为要交代 那 那因为这只马呢 就在 之前呢 就是赫燕马房的 转过来 罗虎串 那斗子一定在 那 如果他这次 也是赢不到的话呢 又是跑第二第三呢 那 那这只马呢 真的有限的了 它的质素 OK 那么呢 那我第一 头关呢 就 選了 一号 二号 五号 六号 一号呢 呢 就是大二本的 现在目前这样看呢 就是 南庄之歌 那是潘顿騎的 那唯一一个呢 就是 磅重啦 一三二啦 档位一般的啦 九档啦 不过 二号的騎 騎工 应该就不是一个大问题 似乎他赢不赢 他赢不赢 他赢不赢 那但是呢 我也留意到啦 他跟沈泽成呢 呢 他的关系都挺好的 那应该来说呢 他都肯跟他赢的了 那变了 那变了 这次呢 就 成本可能会多些 那因为呢 我这里呢 还会见到呢 二号的樱花城呢 涉恩旗的 那应该来说呢 而且他是第一档啦 那赔率又好分的 那有8.2 现在是 因为太早了 那应该都可以想的 那跟着呢 就再选了呢 就是 五号 五号呢 就是 莫雷拉的 ok 那这枝是新马来的 那他 那他现在 为什么我会买他的话呢 因为 他 现在是有成十倍 那 那 虽然现在的飞不是说 那 现在的重头柱呢 三十几万 那 那他如果有飞的话呢 那 那就是幕后也有得看的 那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 是 蔡若翰的呢 那些马呢 第一次出 一样可以杀到的 那 那 现在有十倍的话呢 即是 每句话都有人看好 但是不知道 现在是谁看好他了 是不是 就是 观众 还是 普遍 那些 倒霸的人 或者是 幕后 那我们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 那就靠古而已 那我就觉得 他有机会 如果要赢的话 他一样杀得完 那 那 接着呢 还有一只 就是 六号马 六号马呢 就是 田太安騎的 但是 这只马呢 就一样的 所以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看到他有飞 那 我也不可以说 埋没他不行的 OK 那就 但是 只有5.9 那 我不太看好他 但是我又不可以捨棄他 因为他如果要杀你 都 不可以说 不可能的 而且他是第五档 都OK的 那 就 选这四个 射下去 那我这次呢 就不是说 信心很大的 不过呢 就 不会放到 好像上次 500元的楼 那你们自己 就考虑一下 那我建议 就是10元的 And This coming Wednesday And then We have a race too Right And then I pick up Double Same thing And race 1 Race 1 I pick up Number 1 And number 2 And then number 5 Number 6 And then race 2 I pick up the number 12 OK And hopefully This double can win And also For the Jockey challenge Right And you also can I have a WhatsApp OK It will join me And then I will send a message There What make you This is my I will send you I will send I will send you That's And then Then I am And then I will send you I will send you You will send you And Yes Now You will find us 红色是正的 这里是输过的 13号和16号 这里都输了2,7,9,1,5,1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赢多些 这里都有输的 这里负责 还有这里对上两次 输过180,205 变了184 然后赢了150 加回334 这次输过5,3,2 到8,6,6 这就是我的桌子 你可以看到我赢 这就是我赢了每次 每次的高级 我赢了1,250 但这次是900 但有时候我赢了 每次的高级 都会赢了每次的高级 然后我赢了 每次的高级 然后我赢了532 50 所以在 total 现在我赢了866 50 666 所以在昨季 我记得我赢了2,000 多块钱 我 remarkable 我赢了差不多 我赢了2,000 我赢了2,000多 这周就是二千多 我今天我拍了二千多 我拍了二千多个片 我只是不太多 这一次5,2,3,4,5,6,7,8,9,7 现在十多次了 我希望这次可以过关 可能如果是判断那只赢 一号赢的话 都是派五六七十分左右 在这样的伤下 我当然希望其余赢 因为那些赢就会好分 希望像这次这样 又可以赢一些钱 祝大家好运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I hope you guys would win Bye